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与唐群英葛建豪往来 情同手足 亲如姐妹 经常集聚在一起 或饮酒赋施 或对月抚琴 或下其谈心 往来十分密切 后来三个人被誉为肖乡三女结 1.1897年6月秋锦生下第一个孩子王元德 1900年王廷军纳资维护部主事 秋锦随王赴京 不久 因为八国联军入京之战乱 又回到家乡河叶 次年在这里生下第二个孩子王灿之 光绪29年 王廷军再次去京赴职 秋锦邪女儿一同前往 1904年7月不顾丈夫王廷军的反对 冲破封建的束缚 自费东渡日本留学 在东京入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 常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集会 登台演说《革命救国》和《女权道理》 秋锦除在校学习外 还广交留学生中的智识人人 如周树人 鲁迅 陶成章 黄兴 宋教人 陈天华等 在此期间 秋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 曾与陈协分发起共爱会 作为开展妇女运动的团体 和刘道一 王实泽等识人结尾秘密会 以最终打破了桎梏在身上的封建枷锁反抗清廷 恢复中原为宗旨 创办白话报 参加鸿门天地会 受封为白纸扇 军师 在日本主编《白话月刊》过程中 经孙中山建议 以剑虎女侠等笔名 在杂志上发表了演说的好处 警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 警告我同胞等文章 抨击封建制度丑恶 宣传女权主义 号召救国 在日语讲习所毕业后 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 倾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 随即回国筹措继续留学费用 1905年秋锦归国 春夏间 分别在上海 绍兴会晤蔡元培 徐熙林 并由徐介绍参加光复会 徐熙林 秋锦先后加入光复会后 国内革命形势有了迅速的发展 1905年7月 秋锦在赴日本 不久入青山实践女校学习 由冯自由介绍 在黄兴玉所加入同盟会 被推为平义部平义员和浙江主盟人 在留日学习期间 他写下了许多革命诗篇 1906年因抗议日本政府 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 分而回国 在上海创办中国工学 先在绍兴女学堂待课 三月往浙江湖州南巡镇 巡西女校任教 发展该校主持教务的 徐自华及学生徐双运等 加入同盟会 暑假离职附户 于尹瑞志 陈伯平等 以瑞进学社为名 联系敖家雄 吕雄祥等运动 长江一带会党 准备起义 停留离起义发生后 他与同盟会会员杨卓琳 胡英 宁条元等谋在长江流域各省响应 并担任浙江方面的发动工作 到杭州后 与江去安徽的徐熙林约定 再晚 这二省同时发动 此时他在杭州新军中又发展了 吕公望 朱瑞等多人参加同盟会与光复会 不久 平流离起义失败 接应起义是遂告停顿 同年秋冬间 未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 回到和叶婆家 在夫家取得一笔经费 并和家人诀别 声明脱离家庭关系 其实是秋锦自立制革命后 孔朱连家庭 故有脱离家庭之举 乃借以眼人耳目 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创刊 撰文提倡女权 宣传革命 以开通风气 提倡女学 连感情 结团体 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富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 并为该报写了发刊词 号召女界为省诗之前驱 文明之先导 悬烟母丧回少兴 又先后到朱记 义乌 京华 兰西等地联络会党 这时大通学堂无人负责 买应邀以董事名义主持校务 遂以学堂为据点 继续派人到这省各处联络会党 自己则往来行 互奸 运动军学两届 准备起义 他秘密编制了光复军制 并起草了席文 告示 商定先由京华起义 处州响应 又清军离杭州出宫 然后由绍兴渡江袭击杭州 如不客 则回绍兴 在京京华 触州入江西 安徽 同徐熙林呼应 原定1907年7月6日起义 后改为19日 1907年7月6日 徐熙林在安庆起义失败 其帝徐伟的供词中 牵连秋景 释谢 1907年7月10日 已知徐失败的消息 但拒绝了 要他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 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 他遣散众人 毅然留守大通学堂 14日下午 清军包围大通学堂 秋景被捕 他肩不吐共 仅输秋风秋雨仇杀人一对 1907年7月15日凌晨 从容就役于绍兴宣亭口 十年仅32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朕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